我比較喜歡使用的方式是把紙板的圖畫成直的 那在網路上你看到的譜可能直的或橫的兩種都會有 這筆真的很爛 上面這個一樣是上弦整 我的筆尖筆的這條直線這個是第六弦 第五、第四、第三、第二、第一 如果我直接播第六弦 左手不按,不按任何一格 你發出來的音叫做開放弦 或者是有人說叫第0格 通常記號我寫在這邊 那如果按在吉他的第六弦的第一格 就是我現在筆尖所指的這個位置 我們就說第六弦的第一格 做一個簡單的測驗 第六弦的第三格,你們知道在哪裡嗎? 答案揭曉 你看到我筆尖所比的位置 這個是第六弦的第三格 那再問一個好了 如果是第三弦的第二格 在這邊 就是我指尖所比的這個 依此類推 第一弦、第二、第三、第五、第六弦 那這一行都是第一格 這一行都是第二格 第三格、第四格 依此類推 如果有個記號 例如說我畫一個點也好 畫一個圈圈在這個位置 指明你要按到這個位置 就是第四弦的第二格 再來 各位會看到這邊有一個上弦枕 就代表你會知道這是吉他 代表他的第一格 第二、第三、第四格 有另外一種圖的畫法 它會是這樣子 在這邊你看到的這個圖 我沒有畫這個上弦枕的這一個 這個兩條平行的線 我的筆尖所比的這一個 它一樣是第一弦 一樣到這邊是第六弦 但是前格呢 像這一格 我的箭頭所指的這一格 它就不一定是哪一格了 它是相對的 你可以這樣說 假設這一個是第三格 箭頭指的 假設它是第三格 那我的筆尖所指的這一個 就是第四格 接下來這裡 筆尖筆的這裡是第五格 所以是三、四、五、相連的 這個圖裡面它所顯示的是 你吉他紙板上面的某個區段 它並不表示 是一個固定的哪一個格子 那如果要指定 希望你把它固定在某一個指定的區段的話 就會在旁邊寫 例如說 在這個格子 我旁邊我寫 假設是第八格好了 寫一個八 或者是寫一個第八格的 這是第八格 第九格 第十格 這樣子的看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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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谢谢大家